大家好,欢迎回到明镜追击,我是岳哥 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的青海之行 因为非常罕见或者说紧见的一幕 迎来了很多的关注 根据中国央媒在6月19日上午所披露的消息 6月18日下午,习近平是在青海省考察、调研 根据央媒发布的现场视频 陪同习近平的主要的官员就包括 何立峰、李干杰、郑山杰、孟祥峰、江金权 再加上唐芳玉 这个说的是中共中央层面的官员 这么一看下来很快就眼尖的人发现了 个子高高的头发少少的蔡奇 中共排位第五的常委 排位第一的中共中央书记处的书记 以及中办的主任 这一次明显就没有去青海 顶替蔡奇去青海陪同习近平的 目前来看是孟祥峰 因为她是中共中央办公厅常务副主任 蔡奇作为中办主任 没有陪同习近平去视察 去出访过往是非常罕见的 至少说在中国国内进行视察这个层面 2023年蔡奇接替丁薛祥成为中办主任以来 目前青海型的缺席是头一回 所以蔡奇去哪了呢 现在可以说铺天盖地的都在问 蔡奇上一次出现在媒体的公开报道之中 是在6月11日当时习近平是主持召开了 中共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的第五次会议 央媒的报道就特别提到 蔡奇作为中共的常委 作为中共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的副主任 是出席了会议 6月11日下午到6月18日下午 那究竟发生了什么呢 一方面现在身体说比较多了 说他过于劳累 要休息休息 当然也有政治层面的解读 主要就是认为 7月份中共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就要举行 6月份还有一次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要举行 在这两个重要的敏感的会议之前 习近平对于中国的局势 还是心里有一些发虚 对于北京的态势 他需要让人盯着 现在习近平非常信任的李强 在马来西亚 所以就让蔡奇排位第五的中共的常委 在北京来读政 当然在6月19日还有一些猜测 就是说蔡奇在中共高层的政治博弈 政治斗争中失势败下阵来被拿掉了 这个说法是比较的耸动 考虑到蔡奇是一个把忠诚挂在嘴边 事实上他也普遍被认为是李强忠之后 中共党内为习近平抬教最活跃的一个人物 最大的抬教人 所以即便是从所谓的忠诚这个角度来看 习近平也不会说去牺牲掉蔡奇 所以都政说目前来看似乎可能性是大一点 因为就在6月19日下午静半晚的时间 中国官方媒体又披露了信息 习近平不只是说18日的下午在青海 而且17日至19日 中共中央军委政治工作会议是在陕西延安召开 习近平是出席了会议 并发表了所谓的重要讲话 所以是连续三天离开北京 而且离开北京也不是悠哉游哉风轻云淡 去逛一逛走一走 在陕西延安召开的中共中央军委政治工作会议 是时隔十年之后又一次召开 根据央美所披露的习近平的讲话 他是在敲打军队 在警告中共高阶的军队官员 有习近平的说法 在这里快速的分享一下 他说要坚持党队军队绝对领导 贯彻落实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 牢牢把握政治建军时代要求 聚焦打好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攻坚战 发扬彻底的自我革命精神 持续深化政治整讯 锻造政治坚定能力过硬的坚强党组织 锻造忠诚干净担当 勘当强军重任的高素质干部队伍 为强军事业提供坚强政治保障 这个中间当然是有些八股文字的呈现 但是核心的可以看到 多次习近平提到了政治忠诚 中国的央美还特别提及 这一次的中共中央军委政治工作会议 是习近平亲自决策召开的 好一个所谓的亲自决策 这中间的逻辑一般的理解就是 越怕什么越气欲提防什么 正是因为觉得中共的这些高阶将领 军队的头头脑脑 不够忠诚 不够讲政治 所以才在这非常敏感的时间节点 召开这样的会议 反反复复去强调政治忠诚 我在昨天的节目中也是提及了 在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之前 六月二十五日到二十八日 中国的全国人大常委会的 第十次会议举行 这个也是三中全会之前 最后一次人大常委会的会议了 不排除又有一大批 中共的高阶将领是人大代表 然后他们的资格被罢免掉 接下去来看一看 一个重磅的经济论坛 特别是其中涉及到 如何去解决中国房地产危机相关的说法 6月19日 2024年陆家嘴论坛开幕 可以看到几个官员 中国的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局长李云泽 中国证监会主席吴清 以及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工胜 是相继发表了主题演讲 李云泽的发言是聚焦保险行业的发展 将研究出台推进保险业 所谓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 吴清的发言聚焦科技发展金融监管 并对上市公司财务造假 量化交易 上市公司分红等问题做出回应 关于金融监管突出的就是一个言 潘工胜的表态 则明确当前货币政策立场 并指出未来货币政策框架的演进方向 很大型的演讲 听者也是高朋晚座 但其实普通人关注的 特别关注的 还是说房地产的危机 中国官方到底能不能化解 何时能够化解 所以重点来看潘工胜提到的这么一些细节 涉及到了房地产 他说当前中国近250万亿元的贷款余额中 房地产地方融资平台贷款占比很大 中国大陆不少媒体也是把这一句话 拎出来做新闻报道的标题 隐含的意思也是很清楚的 一个是房地产 一个就是中国地方债的高企 是困扰中国或者说中共的两大危机 一直是在持续 那高达250万亿元的贷款余额 其实最后很多救世的行为 他就是在救银行 潘工胜的讲话还有一个要点 揭示就是中国抢救房地产的危机牌 基本上打尽了 当然三庄全会会不会有新的利好政策出来 目前不清楚 潘工胜是怎么说的呢 他说中国是推出了房地产支持政策组合 包括降低个人住房贷款最低首付比例 取消个人房贷利率下限 下调公积金的贷款利率 这个主要加大力度是从5月17日开始的 同时中国还设立保障性住房再贷款 用市场化的方式加快 推动存量商品房去库存 517新政以来效果怎么样 用中国统计局最新发布的数据来看 最简单一句话 就是不管是二手房还是一手房 新房价钱都还是在下挫 当然极个别的城市 上海的一手房是出现了环比上涨的情况 潘光顺所提到的中国是在用市场化的方式 加快推动存量商品房的去库存 在西方不少专业人士看来是不认可这一点的 可以举个例子 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一些经济学家 他们的观察分析来看 中国政府最紧迫的任务应该是说制定全面的计划 帮助陷入财务困境的房地产开发商进行债务重组 并让银行和其他利益相关方承担损失 这些举措虽然痛苦 但能够恢复社会大众对市场的信心 换言之 在西方的这些专业人士看来 中国现在要求地方政府牵头去做收储的工作 收储闲置的土地 收储卖不掉的二手房 除了有所谓的道德危机之外 有可能存在着权力寻租的空间 这样的问题之外 中国的收储方案 然后收回来去做保障房 要么放租 要么去卖 这个方案一方面就是伤害到了一些 民营的房地产企业 这个会不会是说趁火打劫 财政吃紧债台高筑的地方政府 也没有办法去按照市场的价格收购 二手房 所以对这些民营企业来说 是一个极客的打击 另外一个极客的打击 就是中国官方去救市 推出很多的房地产 目前声势是造出来了 对于房地产价格的影响 它应该是下挫 至少短期之内 是加剧了房地产危机 所以潘光盛在6月19日的讲话发言 普遍被认为 至少说在房地产救市这一块 显得是空洞了一点 有北京朋友 此前看了节目也是表示 北京的房地产市场 在5月17日 中国很多大城市 包括一线城市 上海广州深圳 出台了相关的利好政策之后 北京是按兵不动 所以房价仍然在下挫 有一位朋友说 他在上一周 他之前有一个小户型 七八十平方米 但是位置非常的好 二环和三环交界的地方 而且是一个名校区 放盘的时候 中介不管是名市 还是暗市都给到位了 但他坚持要放到 一千万元人民币左右 结果呢 是好不容易等来了一个 有意向的人 直接砍他两百万 他咬咬牙 最后还是决定不卖 他还特别说 春节前后 其实也有一个潜在的买家 不同的人在寻价 当时开了一个价钱 比目前这个人 还高了六十万 所以等于是 是等了好几个月 价钱没有往上涨 反而还在下跌 不少北京人 都在骂引力 北京市委书记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怎么不跟进上海 深圳 广州 出一些利好的政策呢 目前来看 不排除 是从三中全会之前 要维持政治稳定的角度考虑 如果说出了新政 没有向上海上去 反而向广州跌得更厉害了 那这个脸面也挂不住 而且北京房价若下跌 有可能产生联动效应 让还北京的一些城市 房价会跌到不可想象的地步 有北京朋友还特别介绍 张家口不少小区 房价已经是跌了90% 就是和购买的时候相比 房价跌了90% 买的时候如果是12000 现在呢 1200有没有人去买 都成问题 所以从维护稳定的角度出发 中国北京去追随517的一些 所谓利好政策就是政策 相信文本草稿是已经出来了 但是什么时间发布 不排除是在三中全会之后 来看看走线的情况 现在可以说 因为南美洲一个国家 政策的调整对于走线 满怀期望 离开中国去到美国的人 中国人可以说是一个重大的打击 最新的消息 厄瓜多尔星期二 6月18日就宣布 暂停与中国签署的 面向中国公民的免签证协议 理由是非法移民数量 令人担忧的增加 厄瓜多尔外交部 在一份声明中就表示 双边协议的暂停 将于7月1日开始 很快了 上传这则视频的时候 是北京时间6月19日 这一份声明还表示 这一措施是在厄瓜多尔当局 发现大约50% 进入到厄瓜多尔的中国公民 又没有通过正常途径 或在免签协议允许的90天内 离开这个国家之后所采取的 公开信息是可以看到 中国和厄瓜多尔之间的 互免签证协议是生效于2016年 算下来是八个年头过去了 在厄瓜多尔有这样的官方决定之后 中国方面也是第一时间做了回应 在6月18日下午 中国外交部的例行记者会上 有西方主流媒体的记者 就问到了这个情况 林健作为中国外交部的新闻发言人 就表示 北京是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偷渡活动 中国执法部门 对各种偷渡组织 从事偷渡活动的不法分子 保持严打高压态势 林健还特别介绍 中国一直在与其他国家合作 联合打击跨境的偷渡活动 遣返偷渡人员 共同维护国际间人员交流交往秩序 是所以有这么大的政策的变化 主要当然就是说 美国和中国双边关系 目前来看总体是趋于稳定 北京是已经恢复了与华盛顿的合作 一方面就是限制减少非法偷渡移民 一些中国人想离开中国 同时呢 也是在遣返非法指榴美国的中国共鸣方面 加大了力度 根据美国官方所发布的信息 去年进入到美国的中国移民数量是急剧上升 美国边境相关部门的官员在南部边境 是逮捕了三万七千多名 中国公民是前一年的十倍 今年的前三个月 您可以看到这张图 每月逮捕的人数是有所下降 但是四月份开始 逮捕的人数又上升到了 三千二百八十二人出现一个急速的反弹 这张图片显示的仍然是西南线进入到美国的情况 2024残年 美国的残年是从十月份到九月份 目前还是六月份 还有几个月才算结束 从西南线走线进入到美国 被美国官方拘留的人数 就已经是2021年以来的最高记录 这张图是从西南线 从北线各个地方进入到美国 被美国官方拘留的人数 显示2024残年 目前人数达到了四万一千一百九十五人 从目前的态势来看 应该也是会很快超过 2023年的四万五千七百多人 6月18日、19日 我看到一些社交群组 一些论坛上 谈这个事情的人比较的多 有一些似乎也是唉声叹气 在吃后悔药 说怎么就没有早下决心去走线呢 其实要下决心走上这一条路 也是不容易的 目前初步来判断了 因为在厄瓜多尔停掉 免签以后 现在还有一个苏里南 一个古巴 这两个国家对中国公民 普通护照持有者是免签的 所以会不会厄瓜多尔 原来是作为一个重要的中转基地 它的作用功能会转移到另外两个国家去 当然古巴目测都是比较难 因为和中国的关系很密切 另外一点 也能够看到一些讨论 就是走线被压制了 那么跳机 不少人是成为了首选项 所谓的跳机 从AD 比如说从中国 或者说从泰国 BD 去南美洲的某一个国家 这是一个例子 那么在中间会经过一个发达国家 在这个发达国家转机的时候 他们去寻求庇护 这就是所谓的跳机 目前综合来看 一个欧洲的荷兰 一个亚洲的台湾 是两个跳机人 优先考虑的国家 荷兰相对是确实比较宽松 但是前提是说你要符合庇护的条件 比如说为推进中国的民主化 切切实实做了一些工作 而且遭到了中国相关方面的施压 甚至是迫害的人 那它更大的可能性 当然是说被荷兰官方所接纳 当然现在就跳机荷兰来说 最大的挑战 就是原来很多人买的飞机票 其实就是从开始的国家 到荷兰的阿姆斯特滩 然后再到厄瓜多尔的首都基督 但是现在厄瓜多尔对中国公民免签 已经是取消掉 所以不只是直接影响到了计划 透过走线进入到美国的中国公民 而且也是直接影响到了 在荷兰打算跳机的中国公民 再看台湾的情况 不少人的一般的计划是说 先在台湾跳机 然后经由台湾作为中转 去到美洲的国家 或者说去到欧洲的国家 当然台湾的情况 因为有与中国大陆的博弈在里面 所以可能台湾官方考虑的会更多一点 如果一个人没有相关方面的推荐 有可能是被遣返回 他跳机形成的起点 今年的二月份 就有三名中国公民 从马来西亚飞到台湾 在台湾跳机 但是最后被遣返回到了马来西亚 我之前印象很深的是采访过两位 联系过两位中国的民运人士 一位所属大一点 参加过六四 一位就比较的年轻 是曾经参与并全力支持 中国异控后期的白纸运动 这两位人士 包括他们的家里的成员 做出了很大的努力 历经艰辛万苦 是到达了欧洲的某一个国家 也已经顺利得到了政治庇护 开始了新的生活 当然也开始了新的挑战 我最近其实也是在联系这两位 就是想请他们回来做客 分享一下自己的心路历程 包括技术层面 跳机或者说徒步 进入到民主国家过程之中 有什么需要注意的经验教训 是怎么样的 但是他们俩都是玩具 认为时间不到 条件还不是那么成熟 关于这样的说法 那我个人当然是很理解的 也是很尊重的 大家都有难念的经 去和留都不容易 这两位人士的经历 我觉得释放了很强烈的信号 或者说重复了 我们过去经常听到的一句名言 那就是自由不是免费的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的内容了 感谢各位的宝贵时间 特别的还是有请您多 评论订阅点赞 转发打赏和会员支持 不管是打赏我本人 还是打赏频道 都是由衷的 感谢我们下次见 大家好欢迎回到明镜追击 我是岳哥 6月21日星期五很快就要到周末了 下午的时间 中国官方媒体是突然放出了消息 指中国的相关部门发了一份意见书啊 就是关于依法承治台独 顽固分子 分裂国家 煽动分裂国家犯罪的意见 一共是22条 从文本来看 这一次的意见和过往的中共的表述是有一些不同 目前到底是说中国共产党希望在 二十届三中全会之前营造一个氛围去打民族牌呢 还是说果真会采取一些区别于过往的措施 比如说缺席审判某一个重量级的台湾政治人物呢 现在是值得玩味 先来看一看这份意见 他发布的前情 前面的情况 根据台湾媒体所披露的消息 在6月20日星期四的下午 中国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 就非常罕见的临时通知台湾媒体派驻北京的记者 就是说在6月21日有一个记者会 如果你要参加 截至晚上就要赶快进行报名 但是完全没有向台湾记者去透露记者会的主题 到了6月21日的下午 到了会场上 台湾媒体记者 那当然就明白了 能够看到 这个是由中国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 公安部 国家安全部 司法部 然后联合举行的记者会 就公布了 关于依法惩治台独 顽固分子 分裂国家 煽动 分裂国家犯罪的意见 当然这个台独都是中国官方的政治用语 在这一次的记者会上 中国国台办新闻局长发言人陈兵华 在回应媒体的咨询的时候就表示 这一项意见 22项意见 只适用极少数台湾顽固分子 不涉及广大台湾民众 接下去快速的来看一看 这22条意见究竟是讲的些什么 有些媒体啊 就特别认为强调 说这一次的意见和过往的区别 就是所谓的台独 分裂国家是可以判处死刑了 其实根据中国的刑法早就有规定 分裂国家罪是最高可以判处死刑的 那22条意见和过往到底有什么区别呢 中国官方自己的说法 四条实录如下 第一条就是针对分裂行径 明确犯罪认定标准 规定了相关犯罪 所涉首要分子 罪行重大 积极参与等的认定标准 第二就是明确了从众情节 重申追溯的期限 关于追溯期限 在公安机关 中国国家安全机关立案侦查 或者人民法院受理案件以后 逃避侦查或者审判的 不受追溯期限的限制 第三条 坚持宽言相继 体现罚当其罪 第四条 遵循法定程序 保障诉讼权利 现在综合来看 这第四条 就是和过往最大的区别了 中国官方就表示 明确了对台独 反固分子分裂国家 煽动分裂国家犯罪案件 可以依法适用缺席审判程序 明确规定 犯罪嫌疑人 被告人 依法享有辩护权 上诉权等诉讼权利 所谓的缺席审判 最简单的说法 就是台独分子 所谓的台独犯罪分子 不到案 仍可以开庭审判 关于这一点 在6月21日下午的新闻 发布会上 最高人民检察院 重大犯罪检察厅的 一位副厅长 还专门介绍了一些细节 就是说 只要中国或者是中国大陆 执法司法机关 认定需要及时追诉审判 经过最高人民检察院 核准 就可以在犯罪嫌疑人 不到案的情况下 中国的公安机关 国家安全机关 依法向人民检察院 移送起诉 检察院经过审查 认定其犯罪事实清楚 证据确实充分 就依法应当追究其 刑事责任的 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人民法院经审查 符合缺席审判程序 适用条件的 应当决定 开庭审判 所以这个一连串的 说法 细节的表述 给外界的一个联想 会不会中共 就要做一个 所谓的创新性的尝试 缺席审判 台湾某一位 或者是某几位 重量级的政治人物 这个重量级的人物 最有可能的是谁 那当然就是中华民国总统 赖清德 为什么 您看啊 中国的这个 两高三部 联合发布的 意见22条 其实他最早就已经 文本敲定的时间 是在2024年5月26日 而就在 还不到一周之前 5月20日 赖清德在就任 总统仪式上的发言中 是说了一番狠话的 包括 无论是中华民国 中华民国台湾 或是台湾 皆是我们自己 或国际友人 称呼我们国家的名称 这句话其实呢 就是说 当台湾作为一个国家的时候 它的名字 可以是台湾 可以是中华民国台湾 或者是中华民国 而且他特别强调 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 互不隶属 那么 短短的几天之后 5月26日 两高三部 这一份22条意见 就已经出炉了 针对性是很明显的 那为什么一直拖到 6月21号 才对外发布出来呢 最大的可能 当然是说 中国和美国 在进行交涉和博弈 这中间还有一个背景 您可以看到 李强这一次是去到了 纽西兰 澳大利亚和马来西亚 进行正式的访问 三个国家 纽西兰和澳大利亚 在相关的联合声明之中 其实都是泛泛而谈 中国的统一议题 比如说中有 中国和新西兰的联合声明中 新西兰是重申新方 一个中国政策承诺 在中国和澳大利亚的联合声明之中 有一句话 双方重申澳方一个中国政策承诺 相比较 只有中国和马来西亚的联合声明中 有这样的提法 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为中国实现国家统一 马来西亚不支持台独 李强当然希望 纽西兰和澳大利亚加上那么一句 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但是应该是很难的 李强这次三国行 想必对于围绕着统一议题 中国国际形势 感受到越来越大的压力 是有直接的切身的体会 所以这个也有可能 是中国方面决定不再拖延了 然后马上发布出来的原因 当然现在也有一个分析 就是中国二十届三中全会 已经马上就要召开了七月份 在这个时间节点推出22条意见 也不排除中共 是在打所谓的统一排 民族排来提振自己的形象 不管什么原因吧 拿出22条意见 那中共显然希望向外界传递的信号 就是在加强针对台独的力道 承接的力度 但是在技术层面上 其实是有很大的难度的 我们只说一条就是缺席审判 是要将船票和起诉书的副本 送达被告人的 那你起诉台湾的政要是要把船票 送到他的家去呢 送到他的单位去呢 甚至说送到总统府去呢 关于跨国宋达南 跨境宋达南 稍微补充一下中国专业人士的说法 就是中国与外国缔结的多数 刑事司法协助条约协定 是规定了中国对于国外请求 协助送达 船票起诉书这样的文书 中国是不负有送达的义务的 所以基于平等的原则 那如果说中国在请求 比如说西方某一个国家 帮忙送文书 给到台湾政要的时候 那显然也就会被拒绝 这个尴尬是没有办法避免的 所以专业人士的说法 与国际条约内容的冲突 是造成中国境外文书送达南的主要原因 许多缺席审判案件 因为没有办法送达而长期搁置 所以这样看下来 中国搞22条意见 搞缺席审判所谓的台独人士 最后又变成了一个形象工程 面子工程 6月21日 您看看中国社交平台上 很多所谓的统派人士 民族主义人士 热血高张 为22条意见大声叫好 其实最后弄不好 又是徒增笑柄 台湾陆委会 在6月21日下午静傍晚的时候 做出了回应 其实也是从技术层面来表态 就是22条意见 政府是郑重强调 台湾2300万国民 依据中华民国宪法 享有不可剥夺的自由民主与权利 北京当局对台湾完全不具司法管辖权 中共所谓的法律与规范 对我国人毫无拘束力 这个都是陆委会的说法 政府呼吁国人安心 勿受中共的威胁与恫吓 陆委会还特别强调 北京当局的做法 凸显了中共体制 与我国的自由民主宪政体制 截然不同 这正是两岸制度根本差异之所在 其实关于台湾的议题 我过去和不少台湾朋友有交流 包括独派 统派 泛兰派 中华民国派等等 其实态度 我是觉得越来越趋于一致了 包括最近 一位中华民国派也是告诉我 他们的后代 三代台湾人 四代台湾人 对于中国大陆 对于中国这个意识 已经是越来越淡薄了 台湾就是他们的故乡 台湾就是他们的国家 所以他们觉得强扭的瓜不甜 台湾确实是有一个民主政治的存在 也有泛兰派人士就特别表示 两岸的政客如果说嘴巴里喊一喊 要统一 要武统 不惧战争等等 都可以理解 因为两岸的政客都有各自的政治诉求 但真打仗对于两边的人来说 特别是对他们的孩子这辈人来说 就是可怕和可悲的 所以他们泛兰派 也是认为 维持现状就最好 来看看中国的股市 6月21日可以说又是哀鸿遍野 在持续下跌了一个月之后 户指在6月21日收盘的时候 标志性的跌破了3000点 所以现在可以说哭天枪地 又一次打响了3000点的保卫战 吴清作为中国政经会主席 在6月19日陆家嘴论坛上 有一番主题演讲特别强调 要拥抱心智生产力等等 可以看到他的这些豪言壮语 市场根本就不买账 先来看看数据 即便是透过数据 也可以看到你防我守 可以说是惊心动魄的一天 6月21日 A股三大指数集体低开 户指开盘就跌破了3000点的关口 盘中一度跌幅超过了0.6个百分点 午后发生了什么呢 人们看到多支户深300ETF放量 拉升 这意味着所谓的国家队资金 又是进场准备在拖市 在救市了 作为极客的结果 户指一度是跌幅收窄 又占上了3000点 但是好景不长 尾盘快速走低 再度失守3000点的关口 前天看下来户指收报 2998.14点 跌幅0.24个百分点 深乘指收报 900064.84点 跌幅0.04个百分点 创业版纸收报 1755.88点 市场成交额 跌至低量水平 护身两市成交额是不到 6200亿元人民币 像前一个交易日 也就是6月20日 缩量是达到了 1100亿元人民币 现在市场上确实有不少声音 可以说是哭天枪地 认为中国股市又一次打响了 3000点的保卫战 您可以看这张图 吴清目前的中国证监会主席 他是在2月上旬春节之前 突然是取代了议会满 来成为了一把手 在那之后 中国股市是八连羊 这中间也不是说 户指没有跌破过3000点 比如说在3月27日 户指就是跌破了3000点 当时人们觉得 新人新气象 股市需要一定的时间来做盘整 所以呢 恐怕也就没有说太在意 但这次之所以说 引来了这么大的动静 那就是因为 6月21日跌破3000点之前 股市已经是持续下跌了 差不多是一个月 如截图所示 3174.27.5月20日的一个高点 当时人们以为啊 中国股市要放大招了 要进入所谓的牛市了 结果等了一个月 情况居然还是这样的悲催 当然现在市场上悲观氛围很浓 另外一个原因应该就是来自市场面了 有分析人士特别提及 刚刚落幕 19日20日举行的陆家嘴论坛 那么没有如市场预期 给出更加明确 或者说更有力度的政策措施 所以毫无疑问 是影响到了市场的情绪 客观来讲 陆家嘴论坛层次还是比较的高 谈销有红如往来无白钉 中国大陆的重磅级的媒体 半个月前有的早一点 一个月前就开始造势了 说这个会议很重要 可能会释放重大信号 结果你看6月19日 吴清到底释放了什么重大信号呢 其实主要的要点是三句话 第一句话积极主动拥抱心智生产力 第二句话大力推动上市公司 提升股投资价值 第三点坚持把保护投资者贯穿于资本市场制度建设 和监管执法全过程 第二点第三点 其实吴清过去是经常来讲 所以大家不觉得新鲜 第一点积极主动拥抱心智生产力的发展 其实这个呢很多人又不爱听 心智生产力可能就是 清平装旧旧 不存在一个理念的创新 所以对资本市场的提振 也起不到实质性的作用 所以既然吴清你放空炮 陆家嘴论坛成了空想 那就不要怪投资者不客气了 现在可以看到很多人又在骂吴清 说的是窝囊费 说的是新冠商人三把火 三把火烧完之后也没有办法 也有人开玩笑 如果说情况继续萎靡 跌破3000点 不排除有人要给证监会 外卖里是假送大便的 所以玩笑归玩笑 那你说吴清他冤枉不冤枉的 恐怕这样骂他 让他一个人背责任 确实他也是承担不了 因为中国的A股 你现在可以看 成交量如果说动辄是 1万亿元以下 7000亿6000亿的水平 说明都是存量资金 在做博弈 没有新的增量资金 进入到市场 所以你要说 这样的情况下 要往上走是很难的 吴清那也有可能说 在更高层级的支持下 调动一些所谓的 国家对的资金 直接进场都有可能 但是这些资金进来以后 他终归是要撤走的 所以A股 为什么又缺少吸引力呢 主要的原因还是说 A股优质资产不多 而另外一面像 捞一把就跑的 投机资本又不少 所以一个不多 一个不少 优质资产占比就很低 这个是A股 缺乏资金吸引力的重要原因 在中国确实有不少的企业 他想方设法 把企业做大做强 然后上市 上市之后呢 对企业主对大股东来说 其实不是一个新的起点 新的契机 而是他们把这个当成终点 去赚快钱变现的终点 在想办法呀 去迫不及待的减持股票 甚至是清仓式的减持股票 所以这些投机资本 那很多 所以也就是直接影响到 冲击到了A股的所谓投资生态 另外经过测算 其实在中国的A股市场中 真正值得长期投资的优质资产 恐怕也只占到上市公司总数量不到5% 这是什么概念啊 现在中国A股市场上市公司大概是5400多家 20%就相当于270家 不到300家优质上市公司 所以可以选择的面很窄 投资资产占比太低下 也导致了很多增量资金啊 它是迟迟不愿意进入中国的A股市场 除了专业人士的分析之外 那我觉得但凡你在中国炒过股 还有一点可能印象也是很深刻的 就是所谓的内部消息 层出不穷满天飞 绝大多数内部消息应该都是假的 但是确实还是有所谓的内部消息 是真实的 就是这些企业上市之前放出的风声 或者是说上市企业有一些利好政策之前 它放出的消息 那不少散户关系户也是赚到了钱 但这样的赚钱的方式 对于绝大多数散户 没有信息源相关渠道的人来说 是一种损害 是一种心理的创伤 对于这一些拿到消息的散户来说 它也不可能总是有所谓的内部消息 而且内部消息有的时候 也不是说那么灵光 即便是内部人士放出来的 所以这样几番折腾 对于曾经拿到过内部消息的散户来说 其实也是一种心理的伤害 他不太相信中国的股市 能够所谓的健康透明阳光了 包括您看中国房地产危机 那是有几年的时间了 曾经有一些专家就预测 说房地产不景气 那么大家不买房 不排除有一些散户 就会把钱投进到股市中 但是现在看一看成交量 每日的成交量 还是很多普通的所谓散户 真的是害怕了 心寒了 得最后大家都不玩了 大的资本没有信心 不经常 小的散户 一茬又一茬 韭菜割怕了 退去了 结果是什么呢 2007年 您看A股第一次进入了3000点 17年之后 到现在 6月21日 跌破了3000点 A股依然在3000点 徘徊 吴清刚来的时候 不少人欢心雀跃 说吴清这个名字好 吴清 无绿 没有绿色 那就是股票天天往上走 天天见红 现在看来 吴清这个名字也不管用 毕竟中国经济光明论 这个畅想中国经济光明论 中共因为富贫如潮 是已经放弃了这个表述的方式 我们借用一下 中国经济光明论 它终归不是唱出来的 不是一个名字 好听 一头好 市场就会好起来的 以上就是这个时间段的内容了 感谢各位的宝贵实践 特别的有请您读评论 订阅点赞 转发打赏和会员支持 谢谢各位